大家好,我是马丁 在我的面前是一杯含有黄金的网水 我用这杯网水实验另外一种沉浸剂 硫酸芽铁 并且将它跟我过去所使用的胶芽硫酸钠做一个比较 硫酸芽铁沉浸的原理是这样的 当网水中的滤金酸遇到硫酸芽铁的时候 会引起化学反应 生成氯化铁与硫酸铁 而黄金会被释放出来 成为海绵金 我加入一点硫酸芽铁先试试看 硫酸芽铁与网水中的黄金很快就起了反应 网水就变成了深色 而且过程中几乎没有气体产生 胶芽铁与硫酸钠 在接触到网水的瞬间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瘤 二氧化瘤是一种刺激性的有毒气体 闻起来有一种浓郁的硫磺味 对于呼吸道敏感的人伤害很大 在曾经的隔天 我用氯化雅锡来测试网水中是不是还有剩下黄金 结果完全没有反应 网水中的黄金已经完全沉淀 硫酸芽铁的缺点也很明显 沉浸之后的沸水仍然含有大量的氯化铁与硫酸铁 这点从沸水的颜色就可以看出来 在熔炼海绵精之前 我需要用大量的热水来清洗 炼海绵的码流通的原因 炼海绵的内氯们 炼海绵的蚂粟 炼海绵里面 炼海绵中的冰海绵中的炼海绵 火郎 炼海绵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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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海绵中上 我接下来用热水先将硫酸芽铁溶解 然后再倒入另外一杯网水 来观察沉津的效果 反应依然非常的迅速 这次在静置了两个小时之后 网水冲的黄金几乎已经完全沉淀了 硫酸芽铁对我个人来说 不仅沉津的效率高 而且不会对我的呼吸道造成刺激 因此在未来 我会更经常的使用它来当作沉津粉 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我们下回再见